好至于因为远雄案关在看守所的我们来看到今天早上八点半魏春雄的女儿带着大包小包这个抵达了看守所 里面装了食物啊换洗衣物啊现金三千块还有一副老花眼镜 而同样也在锁里面的赵腾雄检方考虑将他转为污点证人 为了彻查合一弊案北检更是出动曾经侦办黄世民泄密案的 以及侦办罗浮助案的两位重量级的检察官近日之内不排除展开约谈 手上大包小包魏春雄的女儿一早来到北所探望父亲 带了一大包番茄鸡肉等食物帮父亲加菜 还带了三件换洗衣物和现金三千元 特别是还有一副老花眼镜 可能是方便魏春雄在锁里看书 却没想到因为眼镜的金属材质 所帮无法带魏春雄 而在北所里的赵腾雄健康状况稳定 也已经吃了一些锁内的食物 只是巴德合一弊案涉案程度深 远雄集团接下许多正普标案 赵腾雄恐怕也会涉及他案 检方不排除策动他转污点证人 一旦同意可能就会密集借敌赵腾雄 但前提是必须要提出重要的刑事证 如果赵腾雄不转污点 则可能涉嫌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行贿罪 为了彻查弊案 北检承办团队派出曾经侦办黄世民泄密案 征讯马总统江院长的 检素贪黑金专组主任检察官张解青 而承办检察官陈玉平 则是曾经起诉前立委罗浮柱 侦办过大香山窃占国土案 北检接棒廉政署 近日内也可能有约谈行动 务必将合一案抽丝剥茧 查个清楚 记者杨中盛 罗里云新北市 采访目到